前年88丰灾之后 内政部全额补助淹水重灾区民众设置防水闸门 每户补助5、6万块钱 不过屏东加东乡却传出有8个只有部分淹水 或者是根本没有淹水的村落 有资格申请补助的应该只有200多户 但是结果却有1300多户来申请补助 而且闸门都已经安装了 内政部怀疑厂商福报总计了达到上亿元 现在呢紧急展开追查 走进加东乡温丰村八八风灾时 这里水淹到二楼 事后政府全额补助装设水闸门 但放眼望去却不是每户人家都安装 内政部统计屏东淹水灾区有淋边乡和加东乡 淋边乡全数装设防水闸门 但加东乡的重灾区装设率反而只有六成 就是因为居民认为淹水灾情太严重 装了也没用 而部分有装设的居民居然是因为厂商游说 象征性的装了一半 像这样只有在门前装了水闸门 旁边窗户却没有装 根本无法防水 居民说装设水闸门都是由厂商代办 有的厂商只顾着说服民众装设在自行向政府申请费用 过程并没有顾虑民众的需求 更严重的是连没淹水的村庄也装了水闸门 被内政部发现严重福报 内政部统计嘉东乡这八个非重灾区的村庄受灾补助户只有270多户 却有一千三百多户提出水闸门申请 装设率超过400% 已请县府和厂公所调查服报的情况 估计不补助的费用至少将近1亿元 有的民众也被厂商告知 补助过不了可能要民众付钱或者回收水闸门 公司说了解了 要从这了 要想到这了 他想说你不要稍微出钱 装钱出来 所以他也是很抱怨说 当初你如果说要来把我们装作 你爱民说得清楚也没有 只是说他一直宣导说要来做 究竟哪些安装户没有符合使用标准 商工所还要调查 而最后没有办法获得补助的水闸门 费用该由厂商还是民众吸收 商工所现在也很头痛 将会再花时间进行协调 记者王杰村 蔡明孝 屏东报导